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习近平日前强调要捅熟海上军事斗争准备等 引发中共要攻台的猜测 但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 中国社媒热传帖子也表明 在攻台问题上 百姓与中共并不是一条心 据中共党媒《新华网》报道表示 3月7日中共党国习近平参加了由中共全国人大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召开的会议 习近平发言说 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 必要提升精略海洋能力 习近平也强调说 要优化航天布局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的战略能力 并充分解放与发展 心智战斗力 习近平在两会军方小组会议上提及海上军事斗争 以及习近平在3月6日强调说 要不断壮大反毒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和平统一进程 都引发外界对它是否要发动对台战争的猜测 即今年2月14日 中共快艇业界金门并且翻船 以及中共海警船强行登上台湾观光船 进行检查后 2月27日 又有3艘中共海警船 驱入台湾东部海域24里海岸的临街渠海域 为此 台湾军方也派出诺克斯吉的宁养号飞弹巡航舰 首度驱离中共船只 台湾军方有将领认为 中共海警船这种大批进犯台湾本岛的举动 俨然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灰色地带 冲突策略 再联想到中共党会近日的言论 外界显然更关注习近平对台湾的真实态度和打算如何 法学家刘红冰教授3月6日向大军表示 习近平现在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体制都军国主义化 战争状态化了 这样做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台海战争 他说 习近平已经做好了发动台海战争的所有准备 等美国今年年底大选结束以后 就启动台海作战程序 他现在做的所有事 都是围绕了这个战略进行的 袁恒冰说 不管中国经济多落后 形势多危机 习近平都不会在意的 他一定要把基本经济能量用在战备上 李强强调得很清楚 中共各级政府都要支持国防建设 支持军队建设 加强军民如何 要以举国之力 准备在家门口打一场和美国的总体战 袁恒冰也发出爆料 具体内人士讲 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基本设备 比如核动力发动机和电子弹射器等都预制好了 所以 他建造的工程会很快 这一切都表明 习近平在准备打仗 虽然中共对台湾一直是虎视眈眈 贼心不死 但中国百姓在生活重压之下 越发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 显然和中共不是一条心 最近 中国大陆社媒上也应景热传 我不欠国家的 如果发生战争 我们父子两代人 绝对不参战的言论 主要内容是 孩子 你要记住 养大你的 是你的父母 你从不欠祖国和政府半毛钱 因为他们从不允许你赦欠 没钱 你系不了学校 你看不起病 你坐不了车 住不起房 没钱 你甚至连出生都出生不了 有一则广传的帖子也说出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心声 我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和平时期没人记得我们 打仗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说什么国家有难 人人有责 发福利的时候 享受待遇的时候 我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 我们不欠政府的 我只欠父母的 今年的中共两会看点多多 继中共史无前例的取消总理记者会议后 又传出一个大消息 国务院草案将新增坚持党的领导内容 有分析认为 这是进一步降低国务院的地位 也表明李强再次服软 日前 中共全国人大在审议中共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预计在3月11日闭幕式上进行表决通过 去美国之音报导 本次的修订草案共20条 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 草案第三条新增国务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间接贯策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等方面内容 而这次修法也被学者拿来 和此前最受关注的中共取消总理记者会相提并论 组建这件事对外界的震动之大 为此 台湾学者王信贤表示 修订草案的第一条就明确了中共国务院的性质 地位和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样做是为了彻底避免2013年到2016年 这段时间中南海传出南院本院之争的说法 也就是避免有已故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 领导的国务院和习核心不同调的情况 再次重演 王信贤指出 本次中共两会曾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要修订国务院组织法和取消总理记者会 这三点可以看出 目前由李强领导的中共国务院地位已经日渐示威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荷利认为 习近平从二十大以来一直在强调说 党领导一切 在这过程中不仅无视中共宪法和党章的规则 而且习近平的权力集中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泽东 从中共的黑箱运作来看 在3月11号的两会闭幕式上 中共国务院组织法修法 几乎毫无疑问地以高票通过 李和立表示 德基内在习近平党高一一切的政治正确下 中共想取得经济金融方面进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从长远方面来看 习近平的内循环政策几乎恢复到了 前中共党魁毛时期的闭关自首 而且也很难再有长期的经济发展 更遑论要超过美国了 即此前习近平取消总理记者会议后 就有网友说 总理沦为佳奴了 这次中共的国务院草案新增坚持党的领导内容 不但再次降低国务院的实际地位 也显示出李强对习近平的再次服软 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爆出中共最高机密 念念不忘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美国人工智慧方面对中共的限制 王毅的跳脚回答也爆出了中共的痛点 3月7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召开外长记者会 谈到人工智慧的敏感话题时 王毅暗指美国说 如果企图在人工智慧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 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 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完整 王毅也曝光了中共内心的痛楚 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缩了算 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 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 賴建平分析说 感觉中共在人工智慧方面极了 美国对中共的高端晶片出口方面进行限制 也把很多中共企业列入了美国制裁的实体清单 而这也涉及到中共的未来 不但在经济领域 高科技领域 甚至在未来的国家竞争 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上 都让中共明显处于劣势 如果它在中美高端战略竞争上落后太多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会被欧美进一步甩开距离 中共就只能回到生产低端产品 回到以前所谓改革开放前的状态 而中共说出很多狠话 也是企图做一些博弈 会上古巴拉美通讯社记者提问说 古巴去年成功举办了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金砖机制全球南方实现历史性扩原 有西方媒体与学者认为 全球南方崛起正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并且询问中共如何评价该事件 王毅回应说 金砖扩原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比重提升为40%以上 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 对此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王毅再重复一些话 要去推动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分析说 习近平当局和毛泽东时代一样 习近平无视中国经济下行 失业率高涨 以及民生困难的处境 仍然热衷于要把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 延伸到国际恐怖主义 并大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很虚妄的东西 如果中国百姓还支持中共这样做 就会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这就像毛泽东大搞大跃进运动 随后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一样 日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对那些仍在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来说 中共神秘的79号文件 已经写上了对他们十分不利的内容 在习近平的授意之下 中国国企要全部更换掉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 也是清除美国科技 2022年中共政府下发79号文件 最知情人士披露 中共的这个79号文件非常敏感 就连中共的高级官员与高管们 也是看到该指令 却不能复制 79号文件要求在2027年前 金融 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 必须全部更换掉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 从基本办公工具到雇用链管理都要替换掉 而79号文件的第一批目标 就是国外的硬件制造商 像是戴尔 IBM 斯科的大部分设备 现在都已经被中国竞争对手的产品 逐步替代 这行为也被叫做削A 就是消除美国科技 中共在2022年下发79号文件时 正处于美国政府 收紧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精元 出口限制与制裁 该文件要求中国国有企业 每个季度都报送最新的信息 也说明这些国有企业 在电子邮件 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等方面 使用中国软件取代外国软件上取得的进展 中共这样做 也是为了在食品 材料和能源上 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专注于国内的供应链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相关数据与采购文件 并结合知情人的消息显示 即使中国生产替代品 有时不太好用 但中共国企仍已经加大了 对国产品牌的购买力度 这涉及到中国的银行 金融经纪公司和邮政系统等部门 因中共与美国科技贸易战不断升级 美国政府不断把中国公司 获得本国技术的渠道进行切断 中共就越发紧迫地推动 技术本地化的行动 也叫信创 意思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中共总理李强在人大会上 重申了这一行动 据3月5号的预算报告显示 中共计划今年 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 增加10% 大约是510亿美元 这远远高于去年的2%的增幅 早在2018年 很多中共地方政府的招标中 还把目标锁定在西方品牌的硬件 机缘和软件上 到了2023年 中共很多地方政府的招标 都改为把目标对象定在中国的科技产品上 比如2018年 中国浙江宁波的海关部门 在采购机架式四伏器时 更愿意购买戴尔 彗星等品牌的产品 和英特尔西昂 中央处理器驱动的硬件 到了2023年 还是同一家单位 但寻找的却是 国产配件 华为晶圆的机架式四伏器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